粵劇藝術對於汪明荃和羅家英 除了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意結晶 也有一種傳承的理念 最近劇迷非常開心 因為兩位終於再次拍檔演出粵劇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可以請到兩位 你好, 兩位 大家好 這次福星有兩個戲寶 一個是天仙佩, 一個是英雄半國 我相信一群戲迷真的等了很久 兩位是不是很鼓舞呢? 這件事其實這個演出應該是去年九月的事 之後又到了今年的二月 也不能演出, 最後來到今年的年尾 即是十二月 當然除了影迷之外 我們本身也很興奮, 因為有得做 大家都會覺得這次特別是Lisa姐 兩部戲寶, 你也有很長的戲份 你會否體力上如何應付呢? 《英雄半國》我有三場戲 不算太辛苦, 佳英哥就要努力一點 是 因為他很有勇氣 說對白、動作、身段、唱 都比較吃力 佳英哥, 體力上有否怎樣應付呢? 平日走路, 踢足球 有時候, 家裡有時候踢腿, 走在圓桌 最重要是練習兩個腿的力度 因為在舞台上, 你整晚站在樹 跑圓桌, 你會很累 是 同時很多動作, 如果腿沒有你 你的身體會搖, 會動, 所以力度很重要 你平時連刷牙都要扎著馬 你快點示範給別人看吧 每個人都很好奇 對, 你怎麼做到呢? 刷牙, 扎馬 其實很容易 很簡單的 就是深蹲 深蹲, 深蹲 深蹲, 平, 即是平的馬 這麼高, 再坐下來, 便平 這樣就30, 刷這邊… 自己找些樂趣 大概是60, 做60下 兩邊就30 折的魚 抖… 在扶你身上 有邀請過Lisa 你和你參與這麼有益身分嗎? 不要教他, 因為他自己傷了 我每天都走, 希望能走到一萬步 我最近又打邊包球 對 對, 邊包球 很用體力, 走來走去兩邊 而且你身體很專注 我覺得也很放鬆 你的焦點在球上 認識嘉英哥和Lisa姐 很多不同方面都認識兩位 問問Lisa姐 你覺得身旁這位男人 他在你眼中… 不用客客開 不用…可以照直說 廣大觀眾都在聽 對, 在你眼中 你應該最發光 那一刻的時刻是何時呢? 應該是誰… 其實我欣賞他 就是由一個大老官 轉去拍電影 是 再拍電視劇, 做舞台劇 是 因為他們真的… 我現在也是行內人 比較守舊, 比較古老 因為你日夜對著劇本 都是古文、劇人怎樣… 突然跳電影 是一個新的科技 對他們來說 這個步驟已經跳得很快 因為他是文武生 他有自己一定的地位 去到那裡做王德輝 之後遇到周星馳 全部都搞笑 是 那個關口, 他誇得過 很欣賞 我覺得他有勇氣去試新的東西 然後唱Only You 我多擔心, 那天陪他去錄音 我說你唱英文歌不行 我要聽聽你的發音準不準 是… 原來搞笑, 我立刻離開 接受不了他的臉 戴上一個哭 我完全不可以接受這首歌 現在這首登台賺了很多錢 這首歌, 提到這首歌 戴上了它 我向你求婚 你快點… 嬰兒成 我沒想過一個文武生 突然會放得這麼盡 我問一下嘉英哥 你眼中, 那個小姐 哪一刻是令你覺得最發光 很吸引的 有一次我無意中 看了他做一個脆黃衫 出場那一刻 50年前了 對 出場那一刻 他出場, 為什麼會有一些 戲曲的感覺呢 他有亮燈, 燈車, 燈車 燈一下, 雜亮上 我們做電視劇也有亮相 我覺得你有亮相 我很少看他演戲 因為當時我家裡沒有電視 無意中看到 因為翠宇黃衫也有點煞氣 因為這個花彈有勁有勁 是 有一些古代的俠女的感覺 是 就認識到汪美祖 為什麼你從來沒有跟我說呢 那我不喜歡跟你說 現在說 讚別人, 他就不肯了 是… 那一堆戲劇做得很吸引 就知道他是汪美祖 其實看兩位 其實真的看這麼多年來 你們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浪漫 兩種心道的歷程不同 是 經常我追溝, 追汪美祖 追很多次 是 其實不是我追她的 是, 數據寫19次求婚 是, 多少次都沒所謂 別人說的 那些文獻要修改 是, 你是有追過阿姐的 也有 沒有 是 說得很大, 但不抗拒, 她追我 你有追她嗎, 阿姐 我也沒有 是, 即是自然發生的 是, 大家一起工作 是 一起工作, 一起看電影 吃飯, 無意中碰到 牽著手, 是這樣 是 還可以了 七十幾歲了, 不用說這些了 是 還可以 不是的,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年 真的感動, 認真 真的覺得很… 挺奇妙的 一個是比較傳統的環境 是, 沒錯 我們電視是最先進的 我到現在都在懷疑 你先想想, 阿姐, 你怎麼敢去追她 你會做得好一點, 永遠都是這樣 是 一個人勤力, 鄧老師, 勤勤 我是努力的, 我是努力的 是, 這個… 有時候會比較狠 是, 阿姐 今天說了這麼多, 非常開心 希望觀眾們也會喜歡兩位 再次合作的英雄本港 最重要是支持一下我們 因為現在這個環境 是 走戲看, 大家都應該很開心 我們坐下跌跌了 還要坐下跌跌了 坐下跌跌, 拖下跌跌了 是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到這裡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